好,我們現在要來做的是可以側背的腰包 什麼叫腰包呢?就是那個像古代有沒有 也沒有多古代,就是那種霹靂腰包,掛在腰上 那現在大家就很流行側背,所以我們可以側背 也可以鞋背,也可以掛在腰上,都可以 我覺得這種包包還蠻方便的 好,我們現在來介紹材料啦 怎樣方便呢?因為我覺得要拿東西很方便 而且它可以這樣,方向可以轉來轉去都還不錯 等它做完之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我們準備的材料呢就是有這個帶 做帶子就要有帶身 所以有這個帶身的布料 那因為它本身其實上下看的話 它是一個很扁的這個半圓形 所以我們上下帶身半圓形這一定要 然後這就是前面這個要放那個 就是帶身的部分,就是半圓形的部分 那後面就是比較平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前面會開拉鍊呢 所以我拉鍊是開在這裡的話 我必須把這邊剪開 中間才能上拉鍊 接下來呢,我們就會做一些小口袋 那這些小口袋呢 就是說你要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 只是說你做一下 咦,咦咦咦咦咧 嘿嘿 就是說我們口袋呢 做一下有裝飾的話 就是會比較好看一點 也蠻實用的 有時候像這樣小小的東西啊 有一些票卷 你可以放在中間 我覺得還蠻不錯 然後呢,為了裝飾 我們當然是做一個帶蓋啦 然後還有理帶的部分 理帶你可以用表布做 也可以用禮布做 也可以什麼都不做 也可以做好大一個 那其實如果你自己要用 比如說你出國要玩的話 我會建議說 其實你背後的這塊布呢 這裡還可以加一個 那個一字型口袋 那一字型拉鍊口袋 我們以前教過 所以我這裡就不教了 好,最後呢 我們再來準備一條拉鍊啊 就是要跟它一樣長 那它會不太夠長 那是應該的 因為我拉鍊的左右兩邊 所以我們還有這個小小塊的接布 還有這個側邊布 然後還有這個背帶的部分 我就剛剛就先把它車起來 反正背帶沒什麼好講的 那這個的話 我不會分享 我不會在這個影片上分享子型 因為這個 我們店面有在販售 那為了要公平起見 有些人他會買子型啊 我們怎麼可以說 人家買了 然後你沒買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子型 這樣對買了那些子型的人不公平 對不對 所以我就是這一篇 就是只有分享做法 如果需要子型的呢 不好意思 你可以自己畫 那你也可以到我們的那個 官網上去購買 好,那我們把材料都介紹完了之後 我就開始車了 那車的時候 通常這種小東西 比較多的話 我會從小配件先車 那小配件先車 就像比如說這個 很像一把槍的東西 就是側邊布 我就會先車起來 那因為有兩個一模一樣 我就先車一個 好,我們就從這些有的沒有的 好,離開大大大先車 那這個側邊布呢 它會有錶布、裡布 那當然配色的部分是隨便你 那我全部的話 現在看得到的 全部都是用錶布 看不太到的 全部都是用裡布 那要怎麼配色 是個人喜歡 那我們先把布襯剪好呢 然後就把它貼上去之後 這個地方不要車 這個直直的地方 不要車 或者其他的地方把它車起來 好,像這樣把它順順 我突然在想一件事 害我都沒講話 我想到一件事我沒做完 好,總而言之呢 我們現在就是 先向鮮艾長把它車起來 那車起來之後呢 我們多餘的縫分 就要把它剪掉 好,你剛剛那個做法 那個做法先不要去印 我突然想到一個地方 我要加一下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是把多餘的縫分剪掉 好,然後剪掉之後 剛想的事情已經交代完了 馬上放輕鬆 好,我們多餘的地方剪掉呢 那轉角的地方 通常我們不是都會這樣剪嗎 那剪完再去剪這個三角形 所以我剛剛就一次把它剪掉了 這樣比較神功 好,最主要呢 這個有弧度的地方 我們要記得要剪牙口 如果你不剪牙口 你就沒有辦法 翻得很自然 就是說 它會 它會揹住 就沒有辦法這樣順順地翻 之後呢 我們這個東西 要把它翻到正面來 然後呢 一樣喔 我們要翻這個角度的部分呢 把我們的大拇指穿進去之後 先把它稍微折一下 大拇指太粗了 沉不得太粗了 沒關係 我們還是盡量 把它這樣折一下之後 再把它翻到正面來 這樣會比較好看一點 我都聽到你的塑膠袋 快點要洗洗手說 呵呵 我們店長在後面忙 我在這邊拍影片 好,我們把它 把它這樣子 哎呦 把它翻到正面來 像這樣子 慢慢挑喔 因為它比較細的話 有時候 你太用力挑的話 布料會破 所以我們就輕輕 就是有一點用力 但是要站在 站在你知道嗎 站在就是 截至一下你的蠻力有沒有 就要截至一下你的力氣 就是在那種微微的 剛好的這個力道 把這個邊邊 把它弄出來 像這樣子 那弄出來之後呢 這個是缺口部分呢 我們就不用管它 我們就直接壓線了 那壓線的話 當然就是壓0.1啊 看起來比較細緻一點 就把它壓到正面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 像這樣直接壓線 所以你看 這裡有剪牙口 它的這個弧度就可以很漂亮 然後我們就壓線壓0.1 如果你沒有辦法 這樣壓得很漂亮的人 你可以先跑去燙一下 就是先燙好 燙平之後 你再來壓線 這樣也可以 還是你燙平之後 不想壓線也可以 就是 你就是要把它翻到正面來 像這樣子 然後四周呢 就把這個線壓好 那這個都是我們等一下 要用的東西 所以我們都是先把它準備好 包括口袋 也是都先把它扯好 那這個是裏袋啊 我是覺得有裏袋不錯 因為裏袋的話 我們可以放一些 比較不想讓人家看到的東西 我們就用 放在裏袋裡面 那裏袋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它車 車完之後 留一個缺口 那你要不要車裏袋 還是你裏袋 要不要做別的樣式 都是隨便你 我只是車一個最基本的 給大家看 一樣把這個多餘 這個角度 角度的地方呢 我們就是把它 那個多餘的縫分剪掉 這樣翻到正面來之後呢 我們才不會太厚了 太厚了 看起來就腿腿了 一腳底下看著 人家說 比人家說 對吧 然後呢 我們在 翻到正面的時候 記得這個角度呢 稍微這樣子 把它摺一摺 用大拇指跟食指的部分 把它壓住 之後把它翻到正面來 它就會很漂亮 這個地方也是 先把它 摺一摺 之後 然後再把它壓到正面來 這樣你的這個 等一下你到正面的時候 你就不用壓線 就不用壓太久 那這個邊邊呢 它只有一個 只有這裡 只有一個 沒有這邊怎麼辦 沒什麼 你就摺過來 壓住也是一樣翻過來 你看這樣就還蠻漂亮的 之後呢 我們用錐子去挑 它就可以 不用花太多力氣 就可以挑出很完美的角度 齁 所以就還蠻簡單的啦 好 之後呢 我們就會從正面壓線 好 它裏帶不居於什麼形式喔 就是你想要做 你想要做怎樣就做怎樣 好 沒有人規定你一定要怎麼做 基本上這種東西都是 以你自己的使用習慣 比如說你根本沒在用裏帶 你就不用車了 你夾發炎一點嘛 好對不對 沒有在用就不用車 有在用你就多車兩個 就這樣 好 我們四周就把它壓線壓起來 像這樣 壓線壓好 之後也是拿到一邊去備用 好 像這種東西都是備用的 都先車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表部呢 還有一個那個 外帶的地方呢 我們有一個外面的那個 蓋子 的袋子 那這個袋子齁 你就不用車室之後 留到缺口了 我們直接留一個很大的缺口 因為這邊會到底 所以我們就是留一個那個 我們只要車一個摸字型就好 那你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你的圖案有方向性 麻煩你看一下圖案方向性 去決定哪一邊是要當袋孔 不要 像這個迷彩的 我北車都沒關係 沒什麼方向性 沒差 好 我們就 這塊迷彩蠻好看的 我一直很喜歡這塊布 好 我們就車一個大的摸字型 好 像這樣把它車起來 那當然有沒有自行車完之後 我們縫份一樣 多餘的縫份剪掉 這樣 好 剪完之後呢 一樣把它翻到這邊 所以 前置作業把它做好之後呢 你後面會比較省麻煩 就不用說車到那邊已經車到大了 更小了更 還要車這些小東西 有時候就會沒耐心 但是小東西呢 你細節處理好 我們只能 它袋子的精緻度才夠 所以趁我們現在還 很有那個悠閒意志 興致盎然的時候 先把這些小東西 先把它車起來 這是我啦 我比較 有時候就是喜歡這樣子 好 我們呢 一樣 這邊是不是一個開口 不用管它一樣 全部把它壓線壓起來 也是壓0.1 那如果你要壓0.5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輸在你 就是你想怎麼壓就怎麼壓 反正也沒有人會去看你壓多少 對不對 就你自己喜歡就好 好 我們就把它壓先壓好咯 這樣把它壓好 之後呢 我們在這個下面的地方 剪一個中央線 的這個缺口 等一下比較好對 我們中央線的方法 就是不用用尺量 直接對折 剪一個壓口 就是中央線了 這個也是備用 這個備用的東西還蠻多的 好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袋蓋的部分 袋蓋也是正正相對 表裡部正正相對把它對好 之後 車一個這個 這個形狀 這裡就好 把它車起來 那到弧度的地方 我們速度就慢一點 或是你把你的針木調小一點 也可以 好 就這樣慢慢的車起來 一樣喔 如果你的布有方向性 你大概也要看一下 你剪布的時候就要注意 所以你有沒有剪相反 多餘的縫份剪掉 好 剪掉之後呢 我們這個也要剪牙口 那你覺得牙口要剪在哪裡 當然就是剪在弧度的地方喔 只是說這個是外弧度 就是弧度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 最好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就把它剪成像這樣的三角形 這樣子呢 它的縫份進去裡面的時候呢 它會有點 就比較不會擠在一起 那邊就不會厚厚的 所以我們就這個縫份的地方 把它剪掉 就是剪出牙口啊 不是剪掉 剪出牙口 平壓出去喔 好 像這樣剪一剪 之後呢 那我們就把它翻到正面來 那這個有點小小的 尖尖的 我們也是稍微折一下 好 把它壓住之後再翻到正面來 反正 我覺得你有一些小步驟喔 不要去太過於省略 有時候就會覺得說奇怪 尖的不尖圓的不圓 看起來就很不舒服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改意 做得比較漂亮 好 像這樣子 弧度都出來之後 我們一樣壓線 好 所以前半段呢 我們幾乎就是在 翻來翻去跟壓線這樣子 好 那我們把弧度撐好 然後把邊邊的地方也處理好 這樣看起來心情就也很好 對不對 這樣 最後上面再把它壓線固定 然後呢 像這種東西 我也會做中央線 等一下我比較好對 就不用量 好 好 好 我們所有要那個 先做好的小零件呢 我們都做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處理正經事了 一些應該做的事 你看喔 那個外面的袋子 裡面的袋子 還有側邊部 我們都做完了 還有拉鍊的部分 左右兩邊我們要接那個側部 因為它的長度不太夠 我們要接 這樣也比較好拉 那要接要怎麼接呢 當然就是 首先我們就是要有一條拉鍊 你沒有拉鍊 你要接著 接著平坑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 把它從正面 我們要準備四塊 然後把這個拉鍊夾車在中間 所以有拉鍊頭這個地方 你可以先朝下 這個是正面 我們朝下先把它放好 然後我們 你不用急著 兩次一起車 這樣很容易歪 我自己覺得啦 所以我們可以先這樣 稍微先固定一下 先車一道 之後呢 再把這一片放上去 轉過來 再車另一道 這樣的話就很正 就不會歪七扭八的 然後呢 再把它多餘的縫份剪掉之後 從正面壓線 這樣會漂亮一點 從正面壓線 那我們也是都壓0.1 所以你這些 哩哩哩哩哩的東西 一定要先車喔 免得等一下麻煩 像這樣子 把它車完 車起來 那寬度的話 就是跟拉鍊一樣寬啊 這邊也是 從正面先把它對好 就是 正面朝下 我們的拉鍊的正面朝下 然後先把它放著對好 車起來 然後再拿出另外這一片 把它這樣對過來 這樣我們就不用 也不用用別針 也不用用什麼的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 車得很漂亮 好 然後呢 再把多餘的 欸不是 再把正面呢 壓線 從正面壓線 這樣子 欸 線飛了 現在把九百 很討厭線飛掉 吃了三百 因為我以前講過的 吃了三百 有沒有 就是 眼睛也會不好 好 這樣子呢 之後呢 我們再從正面壓線 好 壓線把它壓好 壓個四周都把它壓住 好 那多餘的線呢 還有多餘的寬度呢 你都可以先把它剪掉 這樣子 好 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要來做中央線了 那做中央線呢 就是拿出尺來 好 或是怎樣 你如果沒有尺 要該怎麼辦呢 你就是直接把它對折 直接把它對折過來 之後 看看它的這個 中央線在哪裡 好 把它對好 然後你就可以 很輕易的找出你的中央線了 然後呢 另外一邊也要把它畫出中央線 這樣 這樣看有沒有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接著呢 我們就要開始來撐 我們的 跟我們代身結合 那這個就是 比較長一點的呢 就是我們外面的 外面那個弧度那一層 就比較長 那我們也是要把中央線都做好 你們看 我 我都上下都有剪牙口 裡部也是 上下都要剪牙口 都把這個 中央線做好 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 布先 拉鍊先不要放 講錯了 我們要先撐這個 口袋的部分 那口袋的部分 剛剛我不是說也要剪牙口嗎 就是這樣你才比較好對阿 然後 就把它對到 因為我 我袋布有剪多一點 因為我 我自己 還蠻愛亂剪的 所以就是 你把它對好 我這袋布 做比較長 我版型有剛剛好喔 我只是這個自己剪的 就沒有剛好 好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把袋布 對到我們適當的位置之後 我們就先 車口袋 那車口袋你要怎麼車 你不要 你不要車一個四角型的 你根本不能裝東西 你一定要車 變成這樣的摸字型 對不對 這樣上面才能裝東西阿 好不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車它 那如果這個口袋 你要做立體口袋也可以阿 只是說 立體口袋 我們之前都有示範過 怎麼做 這一篇就不再說 我們就只是 車一個簡單的這個 扁扁的口袋 這樣子 示範一下 好 之後呢 把它車起來 那你這邊不要繼續車阿 要不然你就不能裝東西喔 車一個摸字型口袋 接下來呢 我們要車的是什麼 就是帶蓋 做個裝飾 那帶蓋我們剛剛也車好了 也剪好中央線了 那剛剛這一片呢 我也早就剪好中央線 現在把它對上來之後 我們再看看我們左右的這個蓋子呢 有沒有剛剛好 可以蓋住這個袋子 可以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它車防上去 像這樣子 好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有一個口袋可以裝東西阿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拿出 剛剛被我遺棄到旁邊的拉鍊 好 接受到拉鍊的時候呢 我們剛剛不是做的中央線 就是要來對這個中央線的 然後呢 你可以用強力夾或珠針把它夾住 之後 就把它從左邊側到右邊 右邊側到左邊 總而言之就是把它固定好 好 車起來 好 那就是車在大概0.5的地方喔 好 把它車好 那車到快要變成有 車到遇到拉鍊頭 就直接把拉鍊頭打開 你再車 不然你就會歪掉 好 其實這個這個袋子 我做第一咖的時候 用另外一個方法比較不好做 現在我做第二個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一個方式還蠻好做的 所以現在就教大家 比較好做的方式 好 那我們把這個 袋子車好之後 拉鍊車好之後 就像這樣子 之後呢 我們要上裡布 直接把裡布 在後面 一樣中央線 你一樣要對好 再車一遍 沿著剛剛車的線 再車一遍 從後面 這樣再車一遍 那這邊就是裡布 然後一樣車到快要拉 有拉鍊頭的時候 再把拉鍊頭往上或往下拉 這樣你就可以繼續車過來 好 車完之後呢 車完之後就要壓線 就要從正面壓線 其實這個都是直線 還不會很難 所以我可以講比較快 從正面壓線 然後把裡布呢 你記得要把裡布拉好 你不要讓裡布 直接這樣子 跑到上面來 你還壓線 你一定要 車的時候裡布 稍微往右 往左邊這樣子 稍微 拉伸一下 這樣你的裡布 才會車到 才會車得漂亮 那我們的袋蓋呢 也是往下 直接壓線 像這樣 直接壓線 好 裡布跟表布都要把它 稍微拉一下 像這樣 然後呢 直接這四周也都把它 車起來 這樣子 把它車起來 接著呢 我們再來車哪裡呢 接著來 要來車上面的這個袋布的部分 它很細很短 不過它還是一個袋布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也是 可以剪一個中央線 比較不會 不會車的長座腳 左邊右邊 還是把它車 還是剪一下 中央線剪完之後 把它對齊好 對齊好哪裡呢 對齊好我們剛剛 這個 做的記號線這邊 把它稍微固定一下 接下來呢 在車另外這一邊 拉鍊的另外這一邊 所以如果你中央線 我是覺得中央線 還蠻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記得做 好一樣 開始車 車到拉鍊頭的時候 要怎樣 怎麼樣 要拉 拉上去或拉下來 拉上去或拉下來 好 車完之後呢 一樣是變成裡布 其實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要把這個 拉鍊夾在表布跟裡布的中間 就只是這樣而已 可是因為如果你用很多 如果你不先車這一道 然後你就開始車去夾車的話 很容易歪掉 所以我都會覺得說 乾脆分兩次車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好 至少你不用說 夾一大堆珠針 還是一大堆強力夾 然後最後還車歪 那就覺得還蠻辛酸的 好 這樣 一樣 車到拉鍊頭 再把它往上往下 這樣 我好像路人家 一直在說重複的 有時候這種東西 簡單的時候講解起來 會感覺比較 比較就是說 怎麼一直在講同樣的事情 那就沒辦法 它的步驟就是這樣 一樣從正面壓線 你看慢慢有那個型出來了 那我們壓線呢 我都會壓在大概0.5公分 看起來比較 有這種裝飾比較粗獷的作用 我不會全部都壓0.5公分 好 這個車完之後 一樣上下也是要把它撐起來 把它鋪平車 像這樣 外帶布我們車好了 就是外面這一層我們車好了 把它修好 修漂亮一點 如果你這時候 你發現你解布有點歪的時候 都可以趁這個時候去修整 看你的寬度啦 高度啦 尺寸有沒有哪裡不對 我們都可以利用這個時候 去確認一下說 你的尺寸對還是不對唷 我的長度有一點長 我現在是從 剪布不認真的後補 誒 誒 誒 我好像忘記 我好像忘記加縫份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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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之後我們就來車這個半圓形的東西 那半圓形的要怎麼車呢? 當然你也可以一直夾夾夾夾 珠針夾到那邊去 那我的話就是直接車了 來,直接車它 如果你要是怕說車不好的話 你就可以用珠針慢慢 或是用強力夾慢慢夾 好,那如果你不怕的 你就像我這樣子打在那裡 你會把車拉就對了 萬一車錯了怎麼辦就拆起來不在車啊 這很簡單 只是說你車這個東西你不要拉 你不要這樣拉著車喔 你要剛剛好平均的 因為這個弧度你要是拉了 那個弧度也不會好看 就會歪歪的 所以如果對自己沒有什麼信心的話 你就夾一下好了 好,像這樣子 把它夾車在這邊 把它車在這裡 所以我們上面的那個蓋子就好 就車起來就像這樣子 它就會蠻平順的 你不要用力拉 它就會平平平的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來車裡布的地方 把裡布 看阿路啊 看阿路啊 台風天喔 結果那個 台南還沒下雨 然後就整個很悶熱 整個空氣都很悶熱 然後這個裡布呢 我們就要把這塊帶身夾車在中間 像這樣子 把帶身夾車在中間 然後呢 再車一次 就是要把帶身夾在中間 然後我們就沿著剛剛的那條線呢 我們再車一次 所以你看這個帶子 其實真的沒有很難 只是大家也說 一時沒有想到而已啊 沒有想到說該怎麼車 要不然它難度不高 就這樣 跟著弧度繼續車 所以你中央線還是要稍微描一下 你才知道你有沒有把布拉伸到喔 才不會說你拉伸了你都沒有感覺 必須吃虛擬你也是沒有感覺 因為你自己沒有做中央線 對不對 所以你 做了中央線之後 我們就知道說 我車到中央的時候有沒有歪掉 因為你要是車歪掉的話 你整個帶型也是歪的 好 那車完之後呢 你猜要幹嘛 當然有弧度就是要剪牙孔 就剪牙孔 讓整個帶型順一點 翻到正面的時候會漂亮一點 好 剪完壓口之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從正面壓線 那這個正面壓線的動作呢 如果你不車也沒關係啦 不過我是想車 把它翻到正面就變這樣 它就接的 後面也接的很漂亮 前面也很漂亮 像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來車一下壓線 這個壓線的話呢 讓你的袋子 比較不會這樣碰碰 不會像這樣子圓圓的有沒有 我們就來壓線 壓個線 好 壓線呢 這個地方我就又壓0.1了 我就拉鍊的地方壓0.5 其他地方壓0.1 那如果你這裡也想壓0.5 你就壓0.5吧 就隨便 好 我們就壓線的時候 記得把表部跟裏部 同時稍微用力的往右邊扯 就是把這個縫份張開 這樣你才壓線 才會壓到邊緣的部分 好 像這樣子 把它拉開 好 手到後面稍微這樣子 這樣子稍微滑一下 它就會開掉 你不滑的話 它就會這樣子 好 稍微滑一下 然後我們壓線壓完之後呢 再把這個邊緣線 把它縫緊 把它這裡固定 這裡開開的地方呢 再把它扯起來 我還覺得說我很疼 這樣 都一直說一樣的東西 一直說說不說 可能我今天 我前兩天我同學來找我 就是高中同學很要好的朋友來找我 超開心的 結果我們就很晚很晚才睡覺 就聊天聊到很晚才睡覺 結果呢 吃到不會乾淨熬夜 這個 一兩天比較晚睡覺 現在它會算不停 這樣沒辦法 好 我們壓完線就像這樣子 就還蠻可愛的 接下來你猜要幹嘛 就是要做下面這一排 一模一樣的動作 我們就是把它做 做出來 這個 好 這樣 弄起來 其實像我們現在高中同學 認識二十幾年 還能夠這樣 常常聯絡啊 然後 互相 互相關心 其實還蠻難得的 所以只要高中同學聚會 我都超嗨 晚上都 晚上我們都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 我都講不完 平常就已經很愛講話了 然後遇到高中同學 更愛講話 就沒完沒了的一直講 挑選 說話都不會疲 做工作就疲到愛的了 哈哈 哈哈 好 我們把這個糊塗把它 車一車 想到高中同學就嗨了 我看有些人還會跟幼稚園同學 很好耶 真的很厲害 我好像幼稚園同學 幾乎都不知道誰是誰 在這裡一樣把它夾車 把它夾車起來 因為這個動作都一樣 可是不車又不行 好 繼續車 你有沒有想說這幾片要什麼時候登場 快了 等我一下 你們等一下 馬上輪到你們 好 那你車弧度的時候要小心 就是說 你這個弧度在車的時候 不要車到邊邊角角的就很醜 就是說 你那一直線 怕太快 你就是慢慢的 腳放輕一點 或是說 你把你的針木條小一點 這樣都可以 讓你的速度變慢一些 唉唷 這個是在夾東西的 竟然掉下來 差一點 又沒有地震 突然掉下來 好 我們繼續 繼續撐 好 撐完之後呢 記得要幹嘛 要剪這個 你也可以把縫份剪小一點 你也可以直接剪牙口 都可以 因為我現在看這個縫份有點厚 就把它修一下 然後呢 再來剪牙口 剪牙口 小心你不要剪超過線喔 你剪超過線 它就會破一個洞 喔 人家剪牙打一槍 你那個爪子打一槍 好 然後呢 再把它翻到正面來之後 再來做壓線 好 壓線 再來壓 壓0.1 再壓0.1 繼續給它壓過去 好 那一樣要壓線的時候 記得布 手要把這個布料打開 你的壓線才會漂亮 才會壓在最邊邊 然後邊邊一樣 開開的地方一樣把它縫起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側邊布 終於出場 來 兩塊側邊布喔 一個是左邊一個 右邊 你也倒不著 倒不著也沒關係 倒不著就變成有配色 倒不著就變成沒配色 這樣夠了解 反正你左右都要各一個 那我們就把它車在這個最邊邊的 這個代身 除了這個半圓形弧度的地方 它現在是已經 變一個蠻立體的東西 像橄欖球的東西 它不是橄欖球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地方 車在這個代身的部分 把它車起來 壓在這個邊邊上面 所以呢 我拉鍊不要車到頭就這樣 因為你這個地方 還要借一塊布 如果你車到頭 有時候反而不好拉 那我們就把它壓在這個上面 你不要一直車過來 你就車到這個點為止就好了 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再來這邊 也是把它車上去 畫這個版型的時候 其實還蠻有趣的 就是覺得說這個形狀怎麼那麼詭異 可是就畫完之後 就是說 它就是應該要這樣子 好 我來把它車上去喔 好我們這樣子車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 就只剩下最後 最後一片的組合 我們這個袋子就完成了 那最後一片呢 也就是後面 就是靠近我們身體的那一邊的那個 那我剛剛說過 因為我們靠近身體 如果你是出外旅遊的話 怕小偷 你可以在這邊再多做一個口袋 你可以做一字型的這個拉鍊 的那個口袋 會比較可以放一些大鈔或是護照 你就可以放在這個位置上 好那我們現在這一片呢 我們首先這個表布先不管它 如果你要做口袋自己做 那我是做了一個這個 裏布的口袋有沒有 就做一個裏袋 什麼叫裏布的口袋 就是裏袋 然後就把它放著 放著呢 一樣 中央線我是不是都要剪好 我們就把它對著 放到適當位置 上下看一下有沒有對中央線 有的話 把車上去就好了 就還蠻隨性的啦 車這種東西 其實就是你自己開心就好了 你自己車不開心 不要坐在那裡睡 你就稱我們自己高興的 那如果你不要做裏袋 還是說你裏袋做別的設計 我剛剛講過了喔 你都可以自己想 不一定要完全照我的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做立體口袋 你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像昨天我做一個那個 芭蕾舞女孩的那個 我今天就裝了我的那個 什麼鬼啊 包 包 玻璃保鮮盒 裝早餐來公司吃 我就覺得還蠻能裝的耶 好 我們現在把底袋呢 先處理好之後 先丟到一邊去備用 只是你要記得先車 之後呢 我們把這一片 好 你現在來看這一片的這個構造 中間這個是我們的袋身 上面是我們這個袋蓋 袋子本身的這個厚度 是一個半圓形的厚度 那這個東西就是在我們的後面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 這個一圈就是要跟這個四方形結合 所以剛剛為什麼說要做那個中央線呢 就是說我這個東西也要做中央線 好讓它怎麼樣 可以安安穩穩的 不會歪的把它車起來 像這樣子 好我們就可以好好的把它車起來 那左右你要不要做中央線 因為它比較短 所以你只要看這個邊緣 你有沒有對到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四周把它車起來 好 那在車這個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先檢查一件事 就是看你的拉鍊有沒有拉開 因為如果你拉鍊沒有拉開 你等整個做好的時候 你要翻到正面來很難翻耶 所以你最好拉鍊拉開 等一下我們可以從拉鍊的這個孔 直接把布抽過來 好那現在呢 我們就開始來切啊 這個後面的這個 這個 裡袋身 內袋身把它車起來 好就像這樣子 把它對好 我們就可以撐囉 那有時候呢 尺寸會有一些些 你在車的時候 可能縫份沒有弄好 還是什麼 會讓它對不太起來 那你可以稍微拉一下 或擠一下 就是還可以啦 不會說硬邦邦的說 你連0.5公分都沒有辦法去存Q 有沒有 這樣也太可憐 好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 到這個角角的時候 把針往下 然後再來轉 你移它 齁 再來轉這個袋子 齁 然後再繼續車 就要直接車一個那個 四方形 全部把它車起來 不用流缺口 齁 你這裡流缺口 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事 齁 好 我們把這個袋身 車完之後 一樣 到這個角角的時候 把針往下插 拉過來 再繼續車這一道 完完全全其實不會很難車 齁 完完全全其實不會很難車 這句話不是很妙嗎 完完全全車 這什麼話 詭異 剛剛我這邊忘記回針齁 所以我回來這裡 再給它回一下 好 剛剛一開始車的時候 忘記回針 你就要補一下 不然你車一車那個 線從那邊列 看你的東西都掉出來了 你去弄這豬自慶老爺嗎 沿路掉橘子 有沒有 所以你要記得喔 那個要 要那個 回針齁 蓋子才不會裂開 好 我們這樣車完之後呢 當然就是最後重頭戲 就是我們的裡布啦 因為你知道我很不喜歡包邊 所以我一定會想辦法全機縫 那全機縫的話呢 當然就是我們這塊布 很多人可能就是說 我放去我也不知道要怎麼 當然就是全機縫 把它包起來囉 首先呢 你把它放到這個位置來 你要先看的是什麼呢 你的口袋有沒有對邊 你不要車成這樣喔 就是說你的拉鍊在上面 結果你這個口袋這裡 根本不能裝 要由下往上裝喔 第一 那個 倒掉會不會讓人贏了 不是 你一定要看一下 你的口袋有沒有對邊 把它放好 放好之後你就想說 這個要怎麼樣 全機縫 全機縫不要包邊呢 當然 這塊布 它如果要長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是 因為我缺口要留在下面 你看一下 我們就是要這樣車它 把它翻過來 這樣車它 先用那個 先用那個 強力甲把它固定 然後要怎麼撐呢 就是這樣把它車一圈起來 那這邊留一個缺口 這樣呢 我們這個袋子 等一下就可以順利的 往另外一邊翻 好我們現在 夾子夾住之後 你把它翻了翻去 你就比較不會眼花撩亂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 啊 前兩天指甲勾到 不痛 我們這裡留一個缺口 那你如果說技術不太好 就是不太會翻布料 不想太用力拉扯的人 你可以把缺口留大一點 那缺口留大一點 會不會怎樣 也不會怎樣 就是你長針縫縫久一點 就好啦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好 那留缺口的時候 記得要回針 回針的時候一樣 車到這個轉角的時候 針往下 繼續往這一邊 車 欸我們快要完成了 所以其實 我後來用這個方式去車 我覺得還蠻好車的 我第一咖的時候 不是用這個方式車 齁 我就剛才會用車的 感覺說 這要教到會 可能大家要看很久 結果後來我想一想說 嗯這個方法不錯 我用這個方法教大家 讓大家呢 可以很輕易的 去學到一個袋子 啊對了 那個 等一下再說 有一件事我很想講 等一下再說 可是很蠢 好 車到這邊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不太好車 你就把你的強力甲拔開 然後把多餘的 這中間的袋部呢 往這一邊拉 你就會比較好車 我說有一件事 我很想講 可是講了之後 應該會被笑 不過我等一下應該 還是會把 還是會講 講出來 你們有沒有很好奇 所以我會講什麼 可是很蠢欸 我做完這個袋子的時候 我就很想講那句話 好這樣子 把它車過來 把它拉好 然後呢 到轉角的時候 針往下 然後到這邊 很快的我們一圈 很快就到了 所以呢 我們再把它車過來 留一個缺口就好了 留一個不要太大 也不要太小的缺口 太小泥 就是折磨自己啊 很難翻 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這個袋子呢 它本身有一點點厚度 你看好幾層 所以我們把這個三角形 把這個直角的地方呢 剪開 不要剪到自己的手 齁 你不要手在後面 都從自己的手剪下去 齁 咬薄就好 不用咬自己齁 好 剪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翻到正面來 好 很好翻啦 齁 那翻到正面來的時候呢 你首先會看到的是裏部的部分 所以這時候我就說 拉鍊你一定要開起來 你才能夠 再把它翻到正面的部分 來 這樣有沒有看到 好翻到正面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切好 那裡面的話 你就記得要把它長針縫縫好 這個洞 齁 我們就要把它長針縫縫好 齁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來整這個袋形 那這個袋形呢 你要怎麼整 首先它這裡記不記得 剛剛是一個怪異的那個 很像槍的形狀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用力拉一拉 它就會跑出來 下面的話呢 也是稍微用力拉 可是不要過於用力拉 因為它下面只有 那個 著力點只有一點點 你要拿出錐子來把它挑出來 把它像這樣子把它挑出來 上面你也幫它一下好了 就像這樣子 把它挑出來 下面不要用力拉 因為你那邊的縫縫 只有細細的一個三角形 對不對 我們就像這樣子 慢慢的把它挑出來 好 好 好 這樣子 好 非常的漂亮耶 好 然後你看口袋也是正確的 沒有錯 欸 嚇死喔 這米菜做起來很好看 欸真的很好看耶 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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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呢 我們這個本體已經做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做其他的 就是你還要準備兩個這個口型環 跟一個日型環 像這樣子 兩個口型環 然後呢 我們就把口型環穿過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把它固定起來 這樣子 把它固定起來 車好 好 那我們的口型環喔 會有一個接口 因為它畢竟是鐵的東西 所以它會有一個接口 我們把接口藏進去裡面 這樣比較漂亮 好 然後接下來你要看 記得喔 你這裡拗多少 另外一邊就拗多少 不要大小邊 看你怪怪 你弄著石龜 石龜大小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把它 車漂亮一點 這樣子把它車好 然後這邊也是 把車漂亮一點 這邊多寬 兩邊應該要一樣寬 但我們之前說過喔 如果你是從背面壓線 然後正面怕線糾結 我們在車的時候 要記得怎麼樣 把線稍微按住 你在車的時候 下針完之後 把線稍微拉住 讓它不要到處 這樣它後面比較不會糾結 這樣你的正面看起來呢 這個部分它就不會糾結在一起 就很漂亮 對不對 好 才不會一球 好像小老鼠在那邊 好我們這邊 這兩邊呢 我們都把它做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做什麼東西呢 剛剛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車了一個背帶 那我們就把背帶 把它放上去 那背帶的話 就是直接把它放上去 其實背帶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幾乎大家都會穿 可是我又怕有一些人不會穿 所以我就很雞婆的再講一下 背帶我們把它穿過去呢 從這邊 這邊沒什麼問題 這邊就把它固定住 折進去之後 然後再把它壓線壓住 一樣線稍微按住 下面比較不會糾結 好 接下來就要穿那個日行環 應該其實 如果你不會穿日行環 又不想開影片起來 看怎麼辦呢 就拿出你的包包裡面 看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背包 你去看一下人家怎麼用 好 那你在穿日行環 要小心的就是 你正面 好好的從正面這樣順著走 你不要亂穿一通喔 等下穿到背面去 就是從這裡 穿過來之後 日行環穿過來之後 從另外這邊穿過去 穿過去之後呢 就要烤到這一邊來 你沒有過來這邊 它沒有辦法繞一圈 知道嗎 這樣過來之後 過來之後呢 我們的這個日行環 中間不是有一個 日的中間那一個嗎 好 我們就從日行環的中間這裡 再穿過去 好從中間穿過去之後 再穿回來 把它固定住 這樣你就可以調整你 背帶的長度了 那這個背帶要多長呢 當然就是 唉 看你胖子散啊 你如果胖子散啊 你的胖子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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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如果你要側背 你就留長一點 你要側背加腰背 你就不要留太長 免得那個腰 如果你很瘦 然後又用很長的話 好 等一下我們穿過去的時候 要一樣摺下來 把它固定住 所以說如果你很瘦 你的背帶又很長 你要當腰包的時候 它就會溜下來 你的屁股根本卡不住 所以 基本上我們可以把那個 背帶呢拿起來 圍自己的屁股 圍看看喔 屁股的 的那個 你不要讓它掉下去 不要說 我都已經調到最緊了 然後還會掉下去 那就還蠻尷尬的 好 我們現在把那個多餘的線都剪掉 已經完成囉 好 剩下那個 剩下那個長針扶的部分 你看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 可以這樣去調整 好 這裡就可以調整 然後我們的腰包呢 也就完成了 那我們完成了呢 現在當然就是 它的形狀還沒有辦法 很漂亮 你可以用熨斗呢 你可以用熨斗 稍微這樣子 把它抓起來 抓起來 去燙一燙 或是塞一些東西 你先把那個東西整形 整得像 比如說一些報紙 你把它整形 整得有點半圓形 把它塞進去之後 把它抓一抓 放個一天 它的形狀就會固定了 好 我們這個包包呢 就完成了 我剛剛說的 我很想講一句話是什麼呢 很幼稚 這不是霹靂包 霹靂腰包嗎 我就一直很想喊 霹靂霹靂 霹靂腰包 超蠢的 因為我以前看一齣 霹靂貓的卡通 那個霹靂貓卡通 這畫的有夠稠的 然後還會一直叫鬼 叫霹靂貓 所以我發現 真的是霹靂腰包的時候 我就好想喊這一句 好 我喊完了 很丟臉喔 好 不要笑亡欸 然後呢 就是像這樣子 我覺得說 男生女生都可以背 就是說大人小孩 也都可以背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至少它的功能性呢 很強 而且這個很好背的原因呢 我覺得就是在於說 它背起來的時候 這個側背呢 不會被我們的手背打住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 慢慢出來的弧度 然後呢 它的容量又非常大 比如說你出去啊 放個什麼 那個300cc的那種水壺 還是寶特瓶 也都沒有問題 長頰啦 照相機啊 什麼都放得進去 還蠻不錯的 好 就是這樣了 所以喜歡的人呢 你可以自己做做看 那如果不會畫紙行的人呢 也歡迎你來跟我們店 就是親修家人布房啊 來購買 欸這好像是我第一次 在這邊廣告 不過因為我這個 沒有分享紙行 一定要告訴大家 免得下面的留言 是留了一大堆說 你怎麼不分享紙行 好 就是這個 為了要公平的原因 要對得起那些 有花錢買紙行的人 所以 我就沒有分享囉 好 還是希望大家喜歡囉 喜歡的話就要這樣 好好注意喔 拜拜 大家好 by bwd6